嗨大家好我是Jeffrey之蛋花 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社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 提交了他的这种短片故事剧本 那我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些 思维的一些问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短片是你进入影视行业重要的一个敲门砖 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有必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短片剧本的一种创作思维和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我想给大家去讲一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短片它的一种结构与设置 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给大家去说一说 那么我们在做短片创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那么最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去说一下 常见的一些有问题的一些范本 以及我们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思路 首先我们有必要给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短片的结构设置 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一个长片电影的结构设施 其实是知道和了解 包括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给大家说到了三幕具 那么也给大家说到了旧猫咪的这种结构 我想大家还很了解 但是对短片而言 它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独特的一种创作方法 它是一个环形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我们把它叫初始平衡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故事的起点 人物的初始状态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去展示主角的生存状态 我们来跟着箭头 我们看故事下面推到一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起心动念 那么这个地方一般而言就是因为有外部的原因 或者内心的原因 导致了有一个激励事件 使得我们的主人公他有了一个欲求 或者是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阶段 那么这个有了这个念想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它叫做奋力行动 记住这是一个张力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的主人公要朝着这个目标去行动 这是整个在这个影片中最有张力的一个阶段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说是一个跑步啊 到了最后要冲刺那个阶段 那么如果你这样冲刺就冲过去了 那你的故事就没有意思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一般而言一定要进入下面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告诉大家 是整个短片的灵魂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有意义的反转 记住这个地方啊 如果你像冲刺冲出去了 你这个故事就没有任何的回味的余地 一般而言好的短片 这个地方都有一个反转 但是反转一定是有意义的 不能够没有意义的反转 反转完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个主人公再次回到了平衡 也就是我们下面一个阶段叫做再平衡阶段 那么在再平衡阶段这个阶段 大家知道 也就是说主人公他还是回了到了一个平衡 只不过和最开始的平衡已经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历经了一切 他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故事循环 那么很多时候啊 我们有一个起心动念和奋力行动啊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因为有时候短片啊 因为这个篇幅太短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合在一起 但整体而言 整个故事都是遵循着这么一个循环来进行的 下面呢我们想通过几个比较优秀的短片来看一下 他们是如何运用这个结构的 那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奥斯卡的短片叫做口吃 那么口吃啊 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初始阶段是什么 在初始阶段 我们的主人公啊 他是一个口吃的状态 那么马上有一个激励事件 导致他有个欲求是什么呢 就是他突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个女孩 他对这个女孩感兴趣 然后呢在这个网上跟他聊天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 他们发出了一个邀约 就是要见面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去做了一个奋力的一个行动 就是他要去准备 因为他是口吃 他不想在这个见面的时候啊 给自己心爱的女生面前 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他干嘛 他去练习做准备等等等等等等 而且还跟爸爸聊他的心里的这种阻碍 然后马上要产生一个有意义的转折 就是终于那一天 他做好了准备 本来准备书又准备花 终于见到了那个女生 远远的在马座对面看到 结果发现那个女生居然是一个哑巴 那突然间你会发现 他微微一笑 你就明白 他这个转折就叫有意义的转折 因为这个转折告诉你 你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奋起行动 因为你非常介意的事情 也许对别人来说根本不介意 那么为什么不鼓起勇气 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所以他一个转折 就把这个故事的力量给你带出来了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他完全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构 来进行的 那么除了这种奥斯卡这种国外的 其实国内的很多短片也是如此 那尤其是大家最近你会发现有个非常热门的综艺 就是导演请指教 当然现在又有了一个叫做开拍吧 那么我分别以他们两个综艺中的一个短片 来给大家去说他们是如何按照这个结构来去进行 他们都一定会在后面通过一个让你想不到的反转 来把这个主题呈现出来 把这个力量给呈现出来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短片的灵魂 很多时候你最大的失误在哪里 你就没有这么一转 你很多时候就只是把一个状态平铺直续下来 那么这是一个短片最大的问题 好我们以一部刹车这个短片 是开拍吧 里面的一个短片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 但是讲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阳光抑郁症 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点像大家看过了一部台湾电影 叫做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其实讲的就是 你表面上看他每天都很好 总是照顾别人的这种感受 但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的孤独 有着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但他永远也不可能跟家人跟朋友展现出来 最后自杀 那么这个刹车这个短片呢 他的逻辑其实也是一样 首先初始状态就是什么 就是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 但是他的儿子自杀掉 于是父亲刺激他去做一个调查 他的儿子为什么自杀 那么下面开始有了这个行动目标之后 他就开始采取奋力的行动 就是去找 终于确认了原来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社群 对吧 他们都是一起要去自杀的这么一个群体 那么他终于确认 那个当时要跟他儿子一起自杀的一个人 结果发现那个男孩没有自杀 于是他就把这个男孩 运到了一个他儿子自杀的那个河边 然后呢他就一直把这个男孩弄去死 你会发现这引导到非常有张力 非常挣扎的阶段 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反转 是什么 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去世 但是他的内心在这个地方受到了触动和刺激 于是他让这个男孩活了下来 并且形成和解 最后你会发现 这个父亲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再平衡状态 他接受了他儿子的去世 而且他开始理解了这类群体 理解了这种阳光自闭症的这种群体 那么你会发现 当他回到这个另外的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 这个故事结束 那么这个地方 他就完成了这个主题的表达和情感的联系 所以你会发现表面上是一个故事 但他的故事的机制和这个激励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它是这么样的一个循环过程 同样的在导演请指教中 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结构 叫做音乐之声 这个音乐之声 他其实也是讲了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安详的和谐的一个家庭 是这么一个初始状态 然后其实这个家庭 它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过得更好 要生活得更好 于是采取的行动没有 当然有 他的爸爸就每天都跑出去 然后下来之后就带了很多的食物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去努力去奋斗 结果突然间发生了反转 这个反转是什么 就是他的爸爸没有回来 那没有回来 他会怎么样 然后后来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所有的这些人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人 他是蟑螂 对吧 他是蟑螂 然后他的父亲在外出找食物的过程中被粘住了 所以他回不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反转 他为什么有意义 因为他给你揭示了一个主题 就是虽然我们人类有我们的家庭 有爱 有这个为了家庭付出去努力 你会发现其他的物种 哪怕是最肮脏的蟑螂 他们也有自己美好生活奋斗的这种权利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系统 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大爱 一个大自然和谐相处 以及谁更高级 谁更低级的一种哲学的一种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反转产生的意义 所以大家去理解了 就是反转 他不是说突然间改变了就行 他一定要在这个反转中 他产生意义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强调 有意义的反转 就是这个原因 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还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陈凯歌导演的一个短片作品 很早以前拍的 叫做十分钟年华老去 所有的导演都拍十分钟 展现时间这个概念 他的这个短片叫做百花深处 那么首先一样 他也是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主人公 他是一个疯子 但是观众不知道他是个疯子 他的这个状态 在一开始呈现出来了 然后他开始要干嘛 他要去有一个行动目标 对吧 他要去搬家 他要去搬家 然后搬家公司 就把他带到路上去 结果在这个路上 他又说 这个平安大街是这样的 怎么着 就是都不认识了 这个车上的搬家公司的人 也觉得非常奇怪 然后一下车 居然发现这居然是一个废墟 在哪有房子呢 然后马上一个反转过来 这个反转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主人公 他其实是一个疯子 他并没有在这样有个家 只是说他曾经有这个家 只不过因为城市化 把他的这个家给搬迁了 所以他就说 这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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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什么 对于城市化 现代化的反思 对于这个时间这个概念的一种 在思考和在结构 所以你会发现 他这就是一个 按照这么一个故事线走下来的 虽然他在一开始藏了一个信息 就是他是一个疯子 但是他依然是通过 这么一个故事结构 通过一个反转 来把他的意义给彰显出来 那就是我们的城市化 我们对于时间这个东西的一种思考 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什么 的一种思考 就都在这个很有哲理的短片中展现出来了 还有一个短片 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我也给大家推荐 他其实就叫9分11秒 那这个影片也就是偏长9分11秒 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 一开始他也是一个初始状态 一个老人 他平静的生活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他家的阳光没有 因为旁边的楼都很高很密 也是城市化呀 对吧 导致他家连光都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希望怎么也有阳光 那么他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些行动 他把他的花儿都放到窗台上 希望能够有点阳光进来 然后你会发现 产生了一个很戏剧的反转 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希望有阳光 希望自己的花有阳光 希望生活能更好一点 但是呢 就在这一天 他电视还是开着 然后呢 人已经在想休息一下的这个状态中 结果发生了什么 911事件 这个飞机撞大楼 然后大楼突然坍塌 就在他的电视里面播放 与此同时 他挡住他的公寓的那个楼 倒过来的过程中 然后阳光慢慢的进入他家 他的花又可以长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短片 他其实换了一个视角 看911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城市化对人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个故事 其实非常的复杂 和非常的多元 但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产生了一种力量 他依然也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循环结构 一个人有个初始状态 他采取一个行动 然后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 不管怎么着 突然一个反转 然后他又回到了一个新的平衡 所以在这个循环过程中 通过反转产生意义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短片的一个设定方法和逻辑方法 那么很多时候一个故事不好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他没有按照这个循环来 当然我现在给大家说的 它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短片逻辑 那自然会不一样的 也会有 对吧 有些大师他可能就 根本就不按这些来 那跟电影是一样的 我们的传统的三目剧的剧作法 我们常见的旧猫咪的结构 当然它是解决了大部分的一个 类型电影的一种结构 但是依然会有很多在 电影史上的一些特例 所以短片也是一样的道理 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讲 就是关于短片创作的 一些常见的误区 首先第一个 短片是长片的缩短版 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大家记住了 不是说一个片子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的事情 我可能用20分钟 把它给缩略的给讲一讲 这就是短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短片和长片 它的思维方法不一样 其实跟长片小说 和短片小说的思维方法不一样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短片 它是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和思维 它是通过一个转折 来产生的意义 而长片呢 它需要的是人物塑造 它需要是在整个时间的 这么一个铺层之中 把它的这个线索给 把它给变得丰满 同时还会有主线和辅线 主故事和B故事的 这么一种设置 所以它和短片的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了解 如果你只是用个20分钟 讲了一个非常像长片的一个体量的东西 但是都没有讲清楚 那么你这个影片就不够锐利 这个影片就非常的泛 就没有特色 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短片无法深刻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很多时候啊 人们就觉得短片啊 它既然表达不了那么深刻 它就找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儿 当然小的事儿不是错 但是它却用一种很平淡的语言给说出来 用一个很平淡的一个讲述方式给讲述出来 所以它没有深刻的这种力量 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9111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百花生畜 它们都是短片 但它们都可以做到非常深刻的表达 所以不要以为短片就一定无法深刻 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 短片我只需要呈现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短片我只需要去表达一件很顺的事儿就可以了 这是最最最大的错误 因为状态才是一个最没有冲突 没有故事 因为很多人包括我看到很多很多小伙伴 写的这个故事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 你这个不是一个中间有意义的转折 而是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想讲一个人在爱情中的状态 你讲了十分钟 或者说你想讲一个人 他在这个很贫苦的这种生活了十分钟 对吧 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他怎么很艰苦很努力很奋斗 这个没有意义 如果你说这个人很艰苦很奋斗 但是突然间有了一个转折 诶 这就有意义了 所以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正好想用一些例子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短片故事只是一个很顺的事 或者是就是一个状态 那你肯定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故事 那么我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这位同学 他其实很简单 就讲了一个编剧 他想写故事写不出来 然后被绑架了 然后被黑社会逼着他写一些杀猪盘的剧本 然后去骗人 骗了一些人 最后发现人们的防骗意识提高了 他骗不到人 结果他就被这个黑色的社会组织给赶出去了 然后他发现把这个经历可以写出来呀 于是他就把经历写了一个剧本 后来这个牛逼了 就是一下成为很有名的编剧 后来醒过来发现是个梦 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就很顺 它中间没有那种有意义的反转 所以那这个故事 它就缺乏力量 而同样啊 还有另外一个短片 那是我以前看过的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 它也就是展现状态 当然也不差 是一个公益广告 但是那我把它按照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个结构线 重新讲一遍 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会更有力量 那我给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男主人公 他的状态是什么呢 他在一次火灾中 整个面部被烧伤了 那么他烧伤完了之后 内心处于非常压抑和崩溃的状态 这是初始状态 然后他要干嘛 他的当然有了这个事儿之后 他的目标一定是要回到社会 融入社会 那么他怎么去做 他每次要去融入社会的时候 他出门之后要戴口罩 要戴帽子 要把自己包裹出来 怕给别人一种 这个吓到别人了 那么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他的内心 是非常痛苦和挣扎的 这么一种行动状态 然后如果要反转 你怎么要去做友谊的反转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万圣节 他在万圣节的时候 再也不用包裹自己 再也不用戴上口罩 再也不用怎么着 他就直接这样出去给小朋友 要东西 去买东西 跟别人合影 跟不认识的朋友在一起玩 去游乐场 去疯狂 他觉得这一天真的很美好啊 然后天慢慢快亮了 他只得去说 哎呀 多么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再见 也就是说 他只有在这一天 他才能够完全放下自己 那么你会发现 一个这样的转折出来之后 万圣节 他不带任何防备的这种 这种着装出门 然后非常欢乐 那这一幕出来 你就会发现 非常的有力量 也扣了他的主题 要关心这种 比如说烧伤的这个人群 而这个原来的短片 他当然也不差 但他的问题在于什么 他一上来就告诉你 他去万圣节了 然后在万圣节 怎么欢乐 那他的问题在于什么 他就只是一个状态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线索 他就没有给你一种 非常震撼的力量 所以那么这个 就是我给大家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了这么一个短片的 创作方法 和这么一个结构思维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必须有这样一个 环形的思考方法 你必须要懂得 事件要通过有意义的转折 才能把你的主题给凸显出来 才能把你想表达的观点给立住 那么你掌握了这个思路 再去想短片 我相信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思考方法 和短片剧本创作的一些点子 那么我希望大家按照这个思路 去写一写 想一想 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点子 那么也希望大家通过留言 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 好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的 那么拜拜 档花来跟大家再见吧 拜拜 又想睡了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